佛经里有这样一种禅礼,以空万有,真空妙有,说的时空是有的可能和前提,空是有的最初因缘。 对于每个人来讲,空是一种度量和胸怀,只有将内心清空,你才能容纳所有。 只有内心保持空的状态,你才能不断地拥有,才能不断收到生活中的美好,空传理论亦是如此。 什么是空传理论? 庄子山木片里讲了一个小故事,一个人在乘船渡河的时候,前面一只船正要撞过来,这个人喊了好几声,没有人回应,于是破口大骂,前面开船的人不长眼,结果撞上来的竟是一只空传,于是刚才怒气冲冲的人,一下子怒火就消失得无影无踪了。 其实你会发现,生气与不生气,取决撞来的船上有没有人,这就是著名的空传理论。 情绪与生俱来人人都有,而这些情绪往往是来源于一些我们不认同,看不惯的事情。 但总有一些人,活得云淡风轻,只专注自己,从不会被外界所扰。 王阳明说,天下无心外之物,明明是相同的一件事,但在两个人眼中,呈现出的有可能是完全不同的两种状态。 心态好的人,事事都顺,心态不好的人,好事也变坏事。 为什么? 这其实就是空传理论所传递的道理,一个人的态度决定了看法,看法又决定了做法,做法指导了行为,行为导致了结果。 而这结果也就印证了你这个人的格局和眼界。 1.一个人不开心的原因是修养不够。 人这辈子,没有谁能真正地十全十美,人生不如一者十之八九,痛苦是不可避免的。 痛苦无非是来自自身的欲望和他人的伤害,这些往往跟自身的修养有很大的关系。 当一个人把自己的瞎爱变成偏见,映射在他人身上时,就会以一种既定的认知矿刺对方,连带自身的好舞与感情一并放大,之时最后哪哪都看人不顺眼。 所以生活中,一个无法控制自己情绪且爱发脾气的人,其实就是修养不够。 老和尚有一位弟子,总感觉凡事不顺心,处处抱怨。 老和尚知道后,就让他当着他的面,抓了一把盐,放到一杯水里面,让弟子喝掉。 弟子喝了一口,就吐了出来。 老和尚说,味道怎么样? 弟子说,苦。 老和尚又带着弟子转又来到湖边,向湖中也撒了一把盐,然后让弟子品尝湖水,大肆接着问。 味道怎么样? 甜。 大师说,生活中的不顺与烦恼,就是这把盐,不多也不少,但是容器不一样,味道就不一样。 当心胸开阔,即使痛苦也是甜的,当心胸下爱时,一点苦自己也承受不住。 人生就应该活得潇洒一点,别让那些是是非非,错错对对,影响自己的心情。 毕竟这个世界,只有你自己才能真正伤害你自己,而不是别人。 你看别人不顺眼,是自己修养不够,你爱发脾气,是因为修养不够。 你因为别人而痛苦,也是自己修养不深,越是有修养的人,胸怀就越大,就越容易与人相处。 而那些格局大的人,往往事业顺利,人声场通格,举小的人,目光短浅,固子势比,很难有大作为。 所以,做人千万别和自己过不去,你看不惯的人合适,不要去在意,看淡就好。 二,懂得尊重不同,心宽眼就宽。 因为不同,世界才会精彩。 我们常说,懂得赞美别人,是一种美德,但其实懂得尊重,比懂得赞美更重要。 一个人成熟的标志,就是尊重不同的文化,不同的价值观。 如果一定要以消灭自己不认可的事物为己任,这并不是责任感爆棚,而是你太过以自我为中心,而这也就会轻而易举地暴露出你的短见和无知。 看了由汤姆克鲁兹主演的电影《少数牌报告》,一部十几年前的科幻电影,讲述的是在未来,三个有预知能力的先知可以预测犯罪,并在犯罪发生前制止犯罪。 三位先知在面对未来会发生的犯罪时,都会有自己的解决意见。 当三个人意见一致时,事情就顺理成章,但当三个人意见不一致时,则实行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。 不过他们不单单只是保留了多数意见,同时还会保留一份少数意见的报告,因此就被称为少数派报告。 文语中说,君子何而不同,在人际交往中,君子能够与他人保持一种和谐友善的关系,但在对具体问题的看法上,却不必苟同于对方。 想要尊重别人的选择,说不难其实很简单,但睡难也难。 很多时候,有些人会打着为你好的旗号,去做一些不尊重人选择的事,这不仅会让彼此间的关系变得紧张,更会给自己徒增烦恼,而真正的成熟就是不断地去掉我之。 我以为,面对那些看不惯的东西,不再支支点点,而是尝试去包容一切,接纳一切。 只有这样,才能用尊重,才能换来尊重,成就一段良好的人际关系。 三,真正成熟的人,看什么都顺眼。 古人云,子飞鱼,安之鱼之乐,每一个人都有自己不同的活法,世界也就是因为差异而丰富多彩。 于谦曾在一次采访中提到了自己和郭德纲的性格差异,他说,德纲一路坎坷,势必极恶如仇,但他处事态度完全不同,看谁都顺眼,对谁都不挑剔。 当不喜欢他的人对他白脸色时,郭德纲总是笑脸相迎,郭德纲和徒弟同行闹纠纷时,他从不发表意见,两人一起参加节目,可烦倾听时,主持人问,有没有一些对方秉兴上习惯上的东西,你们互相是看不惯的。 于谦云淡风轻地说,目前还别说没有,就是有也不干我事。 郭德纲在家里喜欢光榜子待着,这也和我没关系,不过是每个人的习惯不同。 凡是能容待人随和,让他在圈内外人员集家和郭德纲合作多年,也几乎没闹过矛盾。 大千世界,不只有一种活法,格局大的人,不会评判他人的对错,而是选择调整自己的心态。 看过一个故事,有一位德高望重的法师受邀到寺庙讲法,负责接待的僧人为他奉上了一杯茶,放下茶杯后,僧人才发现杯子上有一个小缺口,连忙向法师致歉,法师笑着摆摆手拿起茶杯,把缺口处转向手心问道,你再看看,还有缺口吗? 僧人回答道,这样看确实没有了,紧接着法师说了句耐人寻味的话,不去看缺口的地方,心里就没有缺口。 一个人看不惯的人和事很多,往往是自己格局不够。 行走时间,难免会遇到三观不同的人,不趁心意的是,若依依针锋相对,处处资诸比较,只会给自己找不痛快。 就像作家向日葵所说,看人不顺眼,使自己修养不够,把一颗心修好了,看什么都顺眼。 学会尊重差异,保持谦逊填淡,境界高了,看一切就都顺了。 不成熟的一个很重要的标志,就是以自己的标准来要求别人,而成熟就要允许并尊重不同,看什么都顺眼是一场修行。 去掉执念,尊重差异,开阔心界和眼界,这一场修行是每一个人走向成熟的必经之路。 拥有百态心境,就能看到百变风景,拥有百变风景,心中自无是非。 从世俗角度讲,太看重自己,就容易与别人发生争执。 如果有空传心态,则人生会少些纷争,人就少生嫌弃。 从修行的角度讲,庄子说,虚极以优势,就是要虚极,外极,妄极,妄掉自己的私欲,妄掉偏见。 这样才能不被伤害,不害物亦不害于物,不伤人亦不伤于人,最终走向大道。 有时候,是可以想想这些前人的哲理妙言。 由于现如今生活压力真的很大,人在这物欲横流的时代里生存很容易迷失自己,所以我们需要让自己静下来,让自己的生活过得更安心,安逸一些。 其实生活也没那么繁琐,没那么累的,愿每一个人都幸福快乐,安心安逸。 好了,今天的分享就到这边。 如果你也喜欢这个视频,不要吝啬你手边的点赞。 你也不妨订阅、分享及在下方留言。 我们在下个视频再见。